我把这个塑料在撒 你先出了这个塑料 2011年3月10日 四川德阳市茶花巷11号的小区下水井突然被堵 从井下散发出阵阵的腥臭 使得周围居民纷纷掩鼻而走 当工作人员打开井盖准备疏通管道时 却发现井里散发着恶臭的 竟是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 警方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 马上便开始组织人员展开挖掘工作 两个小时后 一具腐烂的尸体和一堆女性衣物被陆续发现 经鉴定 死者为一名女性身上无明显外伤 死亡时间在两年以上 因为在发现的女性衣服中 并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 而现场又因案发时间太长 警方也没有提取到任何痕迹物证 所以死者是谁又是银河被杀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 更让警方感到不解的是 茶花巷11号位于德阳的闹市区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而案发的那口下水井 又正好处在整个小区唯一的出口处 凶手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作案的呢 警方决定一方面继续勘察现场 寻找其他线索 另一方面则在小区以及周边地区进行调查走访 确定失源 没想到走访的结果却让警方大失所望 近些年 茶花巷11号小区附近并没有人员失踪 就在警方准备扩大排查范围查找失源时 案发的第二天 负责现场勘察的侦察员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一墙之隔的另一口下水井里 又有两具女尸被相继发现 当时现场勘察的侦察员发现 茶花巷11号小区的下水井只有两处 初发现尸体的这口下水井外 旁边的门卫室里还有一口 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本应能轻松闭合的井盖 四周竟被水泥死死封住 感觉是有蹊跷的侦察员随后打开了井盖 没想到一股刺鼻的腥臭味扑面而来 警方在仔细挖掘后 竟在这口下水井中又发现了两具高度腐败的尸体 短短两天之内这个不大的居民小区里 竟接连发现三具尸体 使得本就人心惶惶的德阳市 迅速被一片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流言四起 经法医鉴定 井中的三名死者均为女性 其中第一口井中发现的女尸年龄 大约在18岁左右 第二口井中发现的两具女尸 年龄分别大约为16岁和38岁 她们的死亡时间都在两年以上甚至更长 一般情况下 人在死亡2至6小时后 尸体就会变得僵直 因为三具女尸被发现时都呈卷曲状 所以警方据此分析 茶花巷11号小区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为了尽快确定失源 警方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发布悬赏通告 征集线索 没想到通告发布后不久便接到了线索反馈 德阳市中江县的一名男子报案称 自己的妻子谢芳于2006年6月底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案发前 妻子为了生计独自一人在德阳市打工 失踪当天 妻子还和自己约好要回老家一趟 没想到在通完电话之后 妻子便向人间蒸发般的再无音信 这些年 虽然她的心里很是不安 但一直没有选择报警 就这样五年过去 她也不确定警中的女师是否有自己的妻子 考虑到谢芳的体貌特征与那名38岁的女师极为相似 警方随后提取了谢芳父亲的DNA与其进行比对 没想到鉴定结果显示 那名38岁的死者正是失踪五年的谢芳 虽然目前只有其中一名死者的身份被确认下来 但这对于线索极度匮乏的警方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贪 就在这时 另一条关键线索接踵而至 据小区的一位居民反映 几年前 她曾亲眼看见多名女性 在晚上十分频繁地出入门卫 之后的几年 自己便再也没见过这些人 这些女性会是被藏尸井中的死者吗 门卫室里又到底住过什么人呢 经调查 在这间阴暗潮湿的门卫室里 先后有建筑工人 网吧网管 小区门卫在此居住过 在对这些人梳理调查后 警方认为 建筑工人一般基本都是集体生活 作案可能较低 而小区旁边网吧的几个网管 在这里已经工作多年 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而且在对网管的询问中 警方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建筑工人和网吧网管 相继被排除嫌疑后 现在似乎只有小区门卫 具备作案可能 据小区居民反映 2008年11月份的一天 小区唯一的门卫 赖兴发突然不辞而别 在其离开时 还将小区居民的3000多块水电费 一并带走 经调查 61岁的赖兴发曾因强奸女同事 而被判处有期徒刑 从2003年到2008年 一直在查花巷11号 看守小区大门 赖兴发具有犯罪前科 而且上班期间 正是三名女性遇害的时间 综合所有线索来看 赖兴发具备重大作案嫌疑 经多方查找分析研判 警方最终确定 赖兴发目前正在汽车站附近一带居住 随后警方调集大量警力 经周密部署 最终将赖兴发成功抓获 从发现尸体到赖兴发被捕 警方只用了短短的50个小时 便将此案成功侦破 面对警方的审讯 赖兴发对自己杀害三人 并藏使警中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同时详细供述了 其他两名死者的身份及作案经过 据赖兴发交代 2004年的一天 正在查花巷11号 做门卫的赖兴发 认识了本案的第一名受害者 18岁的重庆女孩张力 当时张力在一家附近的火锅店打工 住在小区的集体宿舍 一次偶然的相识后 张力主动找到了她 称自己因辞掉了工作 所以希望从她这里借点钱 看着身无分文的张力 赖兴发以提供住所为由 让张力与自己住在了一起 二人年龄相差37岁 这份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感情 自然风雨飘摇 好景不长 仅仅过了几个月 两个人的矛盾就开始凸显 分手时 张力希望赖兴发能借自己1000元 否则就告其强奸 因为赖兴发收入微薄 根本无法满足张力的要求 随后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 赖兴发动手将张力掐死 并将尸体藏进了下水井 因为张力不是当地人 又没有工作出所 所以她的失踪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 一年后 也就是2005年 16岁的云南女孩唐燕 来到小区找人时 无意间揭示了赖兴发 看着年轻的唐燕独自一人 赖兴发又开始蠢蠢欲动 当时 只有16岁的唐燕出入社会 对陌生人没有任何防备 所以 面对这个亲切大叔的嘘寒问暖 唐燕很是感激 并与之发生了关系 因为唐燕没有工作经验 在求职的过程中屡屡受挫 一直没有收入的她 便开口向赖兴发借1000元钱购买手机 并称 如果不给自己拿钱的话 就告其强奸 没想到 一年前的悲剧 再次在这个阴暗的门卫市上演 两人在大吵一架后 赖兴发将唐燕掐死 并将其尸体 藏在了门卫市的下水井里 与之前遇害的张力相同 因唐燕没有工作 而且又是外地人 所以她的失踪 同样没有引起别人注意 转眼间又是一年 2006年 赖兴发在朋友聚会上 相识了让自己神魂颠倒的谢方 两人发生关系后 谢方向赖兴发提出 想借2000块钱来修补老家房子 赖兴发拒绝后 谢方便威胁到要找人将其弄残 没想到 谢方随口而出的这句话 彻底激怒了赖兴发 悲剧再次发生 谢方死后 赖兴发同样将尸体 塞进了门卫市的下水井里 在接连杀害三人后 赖兴发并没有马上逃跑 而是继续在这里 若无其事地重复着之前的工作 据其交代 在作案后的几年里 每当夜深人静时 她的眼前总会浮现出 三名女子临死前的模样 这让她非常害怕 同时她也知道 只终究包不住火 自己的罪行早晚会大白于天下 于是2008年的11月的一天 濒临崩溃的赖兴发 最终决定逃离 在收取了小区居民的 3000多元水电费后 仓皇而逃 2012年7月10日 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赖兴发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自此 这起曾经让整个 德阳人心黄晃的惨案 终于落下帷幕 好了 本期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以案直视人性 以法感知冷暖 恪守做人底线 尽为法律红线 大案实录 不见不散